盲人妻子被多次侵犯后自杀,丈夫的做法实在太解气了,本期带来无所不能。 罗汉是一名盲人配音师,虽然失去视力,但是其他感官剩余常人,他能通过声音和味道分辨访客,按照部署来躲避身旁的障碍物。 在邻居们看来,罗汉简直无所不能。 在饭款老板的撮合下,罗汉和同样是盲人的女孩苏菲相爱了。 自信善良的苏菲和体贴绅士的罗汉简直是天生一对。 在黑暗的世界里,两人开始结伴而行。 苏菲的出现引起了当地一名小混混阿米特的注意。 平日里就是一场捉弄罗汉的阿米特多次开游苏菲,像恶狼一样对他虎视眈眈。 一天,阿米特和好友瓦西姆趁罗汉上班不在家,闯入他的家中兴讯了苏菲。 狡猾的阿米特在侵犯过程中没有发出声音,苏菲即使怀疑是阿米特也没有确凿证据,唯一的证据便是检查苏菲体内遗留的经验。 阿米特是立法会议员谢拉尔的弟弟。 谢拉尔收买了当地的警察,阻拦前去医院检查的苏菲和罗汉,导致他们凑过了宝贵的24小时检查期。 没有证据,再加上谢拉尔从中作梗,警察也草草了事。 命运本就待他们不公,这荒诞离谱的世道又让他们雪上加霜。 随后的日子里,苏菲和罗汉整日一泪洗面,悲痛和愤怒笼罩着两人。 第一次的伤痛还未消失,阿米特又一次向苏菲伸出了黑手,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苏菲彻底绝望,他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。 当罗汉回到家之后,迎接他的是苏菲早已冰冷的尸体。 罗汉亲手火化了妻子,曾经幻想的美好生活因消云散,面对黑暗的又将是罗汉一人。 在苏菲的葬礼上,假人假意的谢拉尔特意来给苏菲送行,他将阿米特侵犯苏菲的事情跟罗汉挑明,威胁他不要声张,否则不会有好果子吃。 犯下罪行的禽兽逍遥法外,受害者却坠落地狱,警察和法律无法制裁恶魔。 怒不可恶的罗汉决定开始复仇,为苏菲声张正义。 身为配音式的罗汉擅长模仿别人的声音,他偷偷录下了凶手和帮凶们的声音,模仿他们的语气,互相打电话, 使阿米特和瓦西姆反目成仇。 随后,罗汉以阿米特的口吻,让瓦西姆来到两人时常聚会的废弃剧院,在这里剩下了圈套,杀死了他。 罗汉又用同样的招数,将阿米特骗到了存放汽油的仓库,他凭借常人男友的警觉和敏感,战胜了身强力壮的阿米特。 他将阿米特绑在洒满汽油的地上,并将蜡烛放在门边。 当谢拉尔前来营救自己的弟弟时,也亲手将他埋葬火海,两个罪犯都得到了应有的审判,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。 罗汉不能让最大的帮凶谢拉尔逃出法网,他将谢拉尔约在自己未完工的婚房,他想让故事从这里开始,也在这里结束。 他提前来到这里练习,静静等待练物落网。 谢拉尔带着助手如约而止,但是在早已布置好陷阱的婚房里,谢拉尔和助手都不是罗汉的遁守。 最终,谢拉尔被罗汉一把推下了高楼,恶魔都已受到惩罚,无所不能的罗汉没有留下任何证据,他带着妻子的骨灰来到海边,送走他最后一场。